今天还带来一个特别的惊喜 专门请来了京城第一调酒师 纪平老师 他参加过很多调酒比赛 得过冠军 今天特意来为小松老师 调特制的鸡尾酒 保证不开车 保证不开车 对 保证不开车 今天我们主要是 关于青春的话题 我们做两款关于青春的酒 好的 首先给我们的徐老板 对不对 青春酒是不是就是萌汉样 满满的都是爱 满满的都是爱 关键是 这是这个吗 对 华老师的精神酒 这是一款装在碗里面的酒 而且还得需要徐老板 帮我们这个酒取个名字 铲鱼落眼汤 不 我觉得这个名字 就应该叫同桌的你 好不好 徐老板是上海人 然后也是在上西畢 然后我们放了这黑芝麻 用自己做黑芝麻在里面 不是为了让我长出头发来吧 您给小松老师调什么酒呢 无悔青春 无悔青春 有人给做油门大虾 有人给饭票 这个已经可以了 小松老师是我最敬佩的大师 经常跟我们说诗和远方 所以我在里面放了一个 有130多种香草的味道 130多种就是不同的香草 那我就是改名叫神农 所以它的这个风味非常的不同 你喝在嘴里的 就是人生的百味都出来了 OK 对 人生百味出来 还有勇气回去吗 你看我们 因为您是小松老师 我们主要的勇气 就是靠忘记了人生的百味 才坚持下来 谁那天都给想起来了 我的天 您之前在美国生活过 所以我特意放了这个 美国的威士忌来调的 OK Jack Daniels还是Jambin 什么 更高的 更高级别的 Bourbon 像很重的那种 那种Bourbon OK 但是其实我自己 恰恰在威士忌上是喜欢 Single Malt 喜欢Single Malt 苏格兰 对 对 那种 我喜欢日本的Single Malt 日本的Single Malt 你开日日餐厅 你知道啊 那多的 非常的胜 对 对 那是好久 我展现出您过去的 这个青春的 过去的不堪呗 不堪的青春 它是倒在下面 它是倒在下面 然后灰花的味道 一直就会笼罩在整个酒体 展现出您所谓的 诗和远方 深恒的感觉 真闻见了 真的闻到了 特别好 特别好 完全是意识 我喜欢 你知道这种 什么青春的味道吗 就是每年九月看 你开学 你走在路上 然后你北方酒院 风开始吹过来 就是凉了 对 然后领口一吹开 就觉得这个学期 必须要谈个恋爱 激发了我们小松老师的诗意 真的 真的 因为这款酒 它的温度 就是很冰清烈 所以是很清烈的一种感觉 但是呢 因为有那么多香草的味道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自然的 好棒 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在大学里做饭也变得越来越难了 因为学生的口味越来越挑剔了 然后食堂很多老菜呢 也将面临的这个淘汰 所以呢 在食堂的厨师们也是不断的在搞改革 发明很多新菜 今天呢 我们的窘餐厅的这个美食特工团 专门到大学里面去发掘一些现在的食堂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奇葩菜 我们看看他们的成果 中国八大菜系 川鲁月苏 热敏相辉 享誉中外 历史悠久 古语道 人外有人 商外有商 菜外有菜 今年来中国第九大菜系 大学食堂奇葩菜 悄然崛起 湖北文理学院老校区 曾经推出两道奇葩菜 西红柿炒香蕉 和苹果炒西瓜 你没有看错 I have about 苹果 I have 西瓜 啊 苹果西瓜 I have about 西红柿 I have 香蕉 啊 西红柿 香蕉 西红柿 香蕉 我说这位师傅 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做个沙拉吗 不过这四样普通的果蔬 经大厨这么一炒 做成了两道菜 然后就火了 嗯 还真是用了那句老话 想火还得靠炒做啊 中国民航大学的食堂师傅 也不甘示弱 既早前推出的西红柿炒月饼外 又推出一道神采 青龙出海 用整条黄瓜炒大葱 是不是民航大学的师生们 习惯了直上云霄的熬游在太空中 想偶尔体会一下青龙出海的感觉 这个师傅果然会创新啊 水果和荤菜也可以跨界混搭 这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推出了一道特色菜 雪梨排骨 诺大的一块排骨周边 够满了雪梨丁 雪梨排骨 你让冰糖怎么想啊 冰糖和雪梨才是真爱 好吗 这样拆散人家太不礼貌了 最最最黑暗料理的校园奇葩菜 非此菜莫属 红烧猪肉桃 看完这个菜整个人都不好了 但存在即合理 食堂师傅一定是为了督促同学们减肥 才想出这道菜 还好同学们在对这道菜的评价上 达到了空前的一致 我肯定不会吃了 看就有心了 会觉得很恶心 感觉很恶心 不会吃 绝对不会吃了 两个字太奇葩了 你们对校园的奇葩菜好奇不好奇 好奇 今天我们把做这些奇葩菜的师傅 全部都请来了 有请我们的奇葩菜的厨师 谢谢 老田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 我叫杜汉彪 我叫杜汉彪 杜汉彪 对 杜师傅您的拿手菜是什么 香巴老茄子 很家常这个菜 非常家常 很好 谢谢 谢谢杜师傅 这次带来的是 北翠萝卜丸 这还可以 草莓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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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菜你肯定没听说过吧 我本来没听说过 我都有点接受不了 老师您告诉我 你的初心是怎么办 对了 为什么把草莓放在 跟西芹放在一起 吓死了 哥 草莓是季节性的 季节性 对对对 尤其是到了三四月份以后 那个草莓特别多 草莓再多也不能 跟西芹放一块草 小宝 喜怒 你冷静 尤其是在那些 就是那个 师傅我感觉你有点紧张 你离它远点 你离它远点 我来帮您说吧 三岁的时候草莓太多了 为了不浪费草莓的资源 为了不浪费 还有芹菜又没什么人吃 尤其像我这种人绝对不吃 然后就把这两种东西 是真的炒在一起 是在一起炒还是怎么样 真的能炒 很多学生都喜欢吃 好不好吃 一会我们马上见证一下 好不好 可以 好 谢谢 下面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师傅 玉米炒葡萄 干嘛 玉米 玉米能炒葡萄 冷静 不行 玉米怎么能炒葡萄呢 玉米炒葡萄 确定吗 我想确定 你是怎么想的 是就小的心灵蒙上了厚厚的烟影吗 他对粮食 蔬菜 所有地里长出来的东西 都有一种 稀物 稀定的造型 对 最后一位呢 我们请到了 福旦大学的徐师傅 哈皮瓜 年高牛肉粒 干嘛呀 高牛肉粒 干嘛呀 干嘛呀 行了 行了 齐林 齐林 你按住他 我放心 你说了 为什么 你怎么想的 为什么把哈密瓜 牛肉粒放在一起 为什么 不行 好吧 哥 还有年糕呢 大学 你没事 我没事 我怕他也发病了 但是我俩脚都断船套了 在家里 脚都这样了 俩脚都断船套了已经 徐师傅 就是为什么会想到 把哈密瓜 年糕和牛肉粒 这三样东西 放在一起炒菜 那天喝大了吗 没有 没有 牛肉呢 所含的氨基酸 是最接近人体的氨基酸 然后呢 哈密瓜是瓜中之王 维生素要比西瓜 苹果都要高 以前说眼见为食 今天呢眼见为食 都不管用了 我们必须亲自尝一下 才能来评判 这些创新的这个菜肴 好不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实验厨房 现在我们六位大厨都已经来到了 我们的实验厨房 有四位要为我们展示一下 他们的奇葩菜肴 高老师 你对这四道哪一个 比较期待一点 我觉得 哈密瓜跟牛肉粒 有可能做的不错 没错 草莓西芹是绝望的 为什么 我爱吃芹菜 有味儿 听起来这个名字 有点黑暗料理的感觉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获奖的作品 哈老师 必须请你过来看一下这个西芹 你看这翠绿翠绿的 真的很漂亮 现在是不是已经能尝一个了 不是不是 别别别 你们尝心吗这不是 先结果 特别香真的 太过分了 有闻到太香的观众朋友 掌声告诉我们一下 是不是很香 你们离那么远 就别鼓掌了你是吧 太假了 上菜了 同学们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看着还是很和谐的 并没有我们本来想象的那么违和 这就快吃 额粒状的 就一定要很大 一勺 张力吧 很好吃 别哭 别哭 那个葡萄是有一种满口爆香的感觉 那个汁一下就飙出来 飙开了 把我飙的米哆嗦 刚才给我飙的 他们这些菜是非常符合这个食堂的 因为在食堂拿一个大盆 食材放在一起 跟米饭和在一起吃的 对不对 下一道 芹菜 我可以二十年来第一次吃一点点芹菜 您留神 后四十年您可能都不想吃了 原来还可以吃吗 还可以吃吗 同学们 我当时非常不理解这个牛肉粒 要 炒什么 哈密瓜年糕 哈密瓜年糕 姑娘还放了年糕 高老师 您胆太大了 我五分钟以后没倒下 你来 好 怎么样 我宝哥咋的了 来 慢要好吃的 不要不要的了 真是 你是不是要给徐师傅认得错 是 前方是对的 我是错了的 是我的从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烟羊 我们这几位师傅呀 我们这几位师傅呀 在三十三所高校 一百三十三位师傅 共同参加的创新菜肴 创新点心的比赛当中 都有获奖 哇 哇 哇 我们囧餐厅的库科 已经有点忍耐不住了 整整御动 大家来分餐好不好 OK 来排队排队排队 非常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在校园里面青春的味道 大锅饭的滋味 在这里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六位大厨 谢谢 也要感谢我们的高晓松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青春的回忆 谢谢 小晓松老师 谢谢 世界那么大 火角剧场 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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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植松老师 还有 ...